常常聽到地震來的時候該怎麼做? 開門關瓦斯對不對? 這時候你可能會這麼做 好啦這個時候又要問你問題了 你覺得這個時候開門還是不開門呢? 好了剛剛看完了三個那麼慘烈的地震 再來還有圍觀道樓倒塌的時間 以及看了那麼恐怖的地震畫面 我們到底要怎麼在地震中活下來? 在揭曉談之前先問觀眾一個問題 你覺得地震來的時候跑還是不跑呢? 在這邊請問大家利用10秒鐘的時間 留言你覺得該跑還是不該跑? 覺得該跑留言加1不該跑留言加2 10秒鐘時間作答請開始 好了10秒鐘時間到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沒有留言 太好就直接說答案了 但是這種答案我想用問的方式呈現給各位 請你們思考一個問題 你覺得如果地震大到房子會跑? 欸不不不不跑什麼?房子不會跑 你覺得如果地震大到房子會倒? 那麼你跑得動嗎? 你跑得了嗎? 你來得及跑嗎? OK我相信你心裡面可能有個底 再來如果地震沒有大到房子會倒? 那麼你跑什麼呢? 欸各位有沒有發現這個問題其實蠻有深度的 房子如果不會倒 那麼我幹嘛跑? 如果房子會倒 那我跑得了嗎? 各位應該是蠻難理解地震大的時候 你到底跑不跑得動這個問題 各位現在來看一段地震來的時候 真實人類的反應 而且是大地震 各位可以看到 畫面中的人基本上是沒有辦法站穩的 各位 連站穩都很難 那你更別說要行動了 而實際上根據台灣很多地震後的倖存者的親身採訪 他們說到 當他們發現地震 到他們已經受困了 中間只有短短不過3到5秒 頂多十幾秒幾十秒 但是你別以為好像十幾秒幾十秒很夠你跑 實際上很多地震發生的時候人是不清醒的 然後再加上很多人的警覺性是不夠的 認為現在輕輕咬等一下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就不做出什麼應變 然後 當大地震來的時候 要應變來不及了 所以時間這麼短造成這麼大傷亡 就可以說明當下的晃動度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大 好了相信跑不跑這個問題 你心裡面應該有答案了 那麼現在假設你了解不該跑了 好那這時候你可能會做出另外一個我們常聽到的一些做法就是呢 你去把門給打開來 蛤是不是 常常聽到地震來的時候該怎麼做 開門關瓦斯對不對 這時候你可能會這麼做 好啦這個時候又要問你問題了 你覺得這個時候開門還是不開門呢 直接給答案 不該開門 原因第一個是 當地震來起時剛剛講到了 很多信誠誠說當地震來到他們受困只不過三到五秒 這麼短的時間 你保命都來不及了 你開門是為什麼呢 很多人會說開門是為了防止門被卡死 開不了啊 我之後不能逃生啊 那就問你了 當地震來的時候你覺得 逃出去要緊還是保命要緊 看了剛剛的地震影片 你覺得你在開門的這段期間你會先被東西給砸到 還是你先順利的開到門呢 蛤 你心裡面可能沒有一個肯定的答案 再來你能夠確定地震已經晃到這麼大 能夠把門給整個晃到變形了 都已經晃到這麼大力了 你還走得動跑得動嗎 這個時候你覺得保命要緊還是逃生要緊呢 保命跟逃生兩個真實的意思不一樣哦 保命指的是你活下來優先 而逃生指的就是你逃出去優先 逃得出去不代表你一定活得下去 就假設地震來的時候你往下跑 你甚至想要想辦法從四樓三樓二樓 或者是一個大樓當中從一樓跑出去 問題這時候又來了 跑出去你確定台灣在一個地震人仇的條件下 你走出去可能就是一個小小街道 兩旁都是建築物之類的 那麼你確定建築物的磁磚和上面的花粉盆 你不會掉下來砸傷你嗎 或是台灣有什麼很多招牌那些的 你確定它不會掉下來砸傷你嗎 我告訴各位就是因為非常不肯定一定安全 所以非常多專家都說你逃出去 如果你沒辦法順利很快 來跑到一個空曠的地方的話呢 那麼你跑出去反而是風險最高的 先別說跑樓梯下樓的過程當中 因為地震晃得很大 你可能會直接摔下樓摔得重傷 就算你順利的跑出去你也可能被砸傷 所以在你過去的路程中呢 你會面臨到非常非常多的風險 所以此時逃生並不代表可以保全你的性命 保命跟逃生這個時候就必須分開來看 好假設你在一個建築當中 你想盡辦法在一個地震過後 而且是災難性的地震過後你活下來了 你想辦法把自己保命保下來了 之後也會有很多的救難隊來進行搜救動作 只要你有做準備 那麼你都可以提高獲救的機會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更安全的逃出受難的地點 所以此時如果你選擇保命優先 你反而能夠比逃生更能夠逃生 那再來不開門的原因還有另外一個 假設地震真的很大 你費盡千辛萬苦冒了很多風險 終於來到門邊你把門給打開了 那麼地震這麼大的情況之下 你覺得門會不會因為地震晃啊晃 門又啪 關上了呢 我告訴各位 這是有可能的 好了 你剛剛已經多此一舉把門打開 結果它又啪 關上了 這時候你再把它打開 那麼地震持續的在晃 你覺得它會不會又關起來了呢 我告訴各位 就是有可能 所以此時如果你做這個動作 只是在浪費你的時間 你很可能在你冒險開門的這段期間 錯失了你 保命的機會 你很可能在這段期間內呢 就像剛剛的影片當中一樣 被很多的 傢俱 給壓傷 撞傷 砸傷 好這個時候我們知道了 不該跑也不該開門 那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就是 躲 保護自己 那這個躲 這個保護該怎麼做呢 這時候可能又會有人說 我有印象了 黃金三角 生命三角 這個東西呢 可以保全我們的性命 不知道黃金三角 生命三角的呢 我們這邊做個簡單的說明 這個黃金三角理論 則就是說 當地震來臨的時候 整個大樓 整個建築物 垮下來 像骨牌一樣 整個直接往下一層一層 貪陷 垮下來 那麼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躲在一個堅固的 家具旁邊 就好比是桌子 或者是一個大型的櫃子 冰箱等等 你躲在這個旁邊 當跳板垮下來的時候呢 他就會在這個家具的頂點 跟地板之間 形成一個三角空隙 讓你存活下來 BUT 這個是正確資訊嗎 直接說結論 他是錯的 各位千萬記得 現在墨金哥非常鄭重 嚴肅 嚴正的 告訴各位 這是一個錯誤的資訊 而不是墨金哥自己講而已 是台灣 還有很多國家 還有很多救難機構 都認證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資訊 我幫各位查到了 台灣內政部消防署網頁上的一篇資料 上面就講到了 不要去相信 生命三角 黃金三角 這種說法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說法是建構在好幾個錯誤的理論之上 首先他建構的第一個理論就是說 他認為地震來的時候呢 所有東西 應該說所有的建築物 都會上而下的粉碎性的整個垮下來 四樓壓三樓 三樓壓二樓 二樓壓一樓 整個直接這樣子壓下來 那他舉了很多大樓爆破大樓坍塌的影片呢 作為佐證說 啊 這個壓下來實際上 真的就是這樣子啊 現在來看一下我們畫面中身上 你看喔 這個大樓垮下來 是不是一層壓一層的 那麼你看看 桌子的左邊是不是這個 形成一個安全的空間 讓你活下來的呢 OK 提出這個理論的加拿大人呢 他就倒閣了 他自稱是全球 救災經驗最豐富的人 不過他的說法 還有他的理論呢 都被嚴正的質疑 實際上他的爭議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 好啦他都說了旁邊的生存空間很大嘛 對不對 OK 那是在左邊 但是當地震來的時候 你真的能夠分辨出 黃金三角 會出現在哪邊嗎 告訴各位你無法 假設你今天選擇的地方 是桌子的右側 也就是你們像畫面中看到的右邊 三格抽屜的右邊 那麼你有沒有發現 那一邊基本上沒有什麼 可以讓你躲藏的空間 如果你在那個裡面 你是不是直接被擠壓成肉片了呢 所以我這邊呢 直接已經列出了他兩個錯的矩陣 第一個是他認為建築會由上而下的 依次垮下來 但實際上真正的地震發生的時候呢 這樣子的案例是非常少的 我們就看2016年高雄大地震 台南圍貫大樓倒塌的世界好了 雖然說整個大樓垮下來 但是跟我們發現他是倒下來 而不是垮下來 他這整棟房子就像是倒下的一根筷子一樣 這樣子垮下來的 他基本上不是四樓壓三樓 三樓壓二樓喔 第二個錯誤的理論就是他認為 所有的人都可以正確的 預測出 跟我講的是預測喔 因為當地震來的時候 晃得這麼大 你真的不知道黃金三角會出現在哪裡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個賭 你要去賭黃金三角會出現在哪裡 而且你必須賭對 如果你賭錯 那就像是 三格抽屜的右邊這批設計車一樣 你整個直接已經被擠壓的 可能直接當場失去生命 所以黃金三角這個理論 認為你應該躲在桌子的外側 而不是躲在桌子的桌底下 或是你躲在大型家具的內側邊邊 你就可以有比較高的存活機率 這個假設 不是錯的